1月23日,知名作家林清玄逝世,享年65岁。 孙茜在微博发文《悼念林清玄》,他写道, 林先生,谢谢您带给这个世界很美的文字。 有一天你会长大,你会像外祖母一样了。 有一天你会度过了你所有时间,也会像外祖母永远不回来了。 和时间赛跑的人也被时间带走了。 这个世界和你的文字都永远记得你曾经来过。